作词 李宗盛 编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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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实我想问的问题师父刚刚的回答里面 有一期通文解到了 我们来是想要请教师父说 师父说 我的心啊 我的心就是时而很粗糙 然后时而又觉得敏锐 然后我想请教师傅说 是不是就是一直有在反攻自行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我的那个敏锐 它可以保持的比较久一点 然后比较长一点 就是很长的那个长 你第一个是粗糙敏锐 那你粗糙到底是敏锐还是敏感 那是用词上的不同跟认知 那郭雪姓不讲明讲敏锐 当然啊 你保持反攻自行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他随时会提起这个关照度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粗糙一点敏锐度都没有 因为我们都不提起这个关照度 我用世间话讲好了 我们不提起这个关心度 对一个会主动关心的 它是敏锐度自然就高 对不对 触角 对很灵敏 对不对 然后很锐利 锐利就是它的那个精准度 是对的 那敏感不如是 敏感它是触角很灵敏 可是它的精准度不够 叫敏感 对不对 所以敏锐跟敏感它有稍稍的不一样 那当然这是可以训练的出来的 那你们的用词叫反攻自行 也没有错啊 可是它不是这么狭隘的 就说啊我每天在想做错的有什么事 啊我不能这样 不是这样而已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只是这样的局限 你就没办法理解到 那个你不知道 你逻辑所认知的这种具象的生命运作以外的那种 很没有依偎依靠依准的这种生命状态的运行 你就没办法 所以敏锐是可以敏锐到那个层次 你们只有讲那个灵感 对不对 请问灵感你要有什么经验吗 你需要有什么经验再来什么 它就不叫灵感 所以世间的敏锐大概在那个范畴 而不到那个灵感 对不对 可是有反攻自行的这种 态度的训练也可以慢慢把你这个生命体的方方面面的触角 的关心度 越拖越越到位 训练的越成熟 这个成熟就会气急到那个长 保持嘛 常态嘛 延续的很长嘛 都行嘛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在运作嘛 你哪时候停哪时候就断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生命体就是这样 所以你们你们世间人都在干嘛 对不对 他就在那边去发展 那我们这时候是以中心人来讲 不去判定他的价值 也就是说 你一个生命体 你把你自己的关心度放在哪里 你就往那边发展 所以你们就会常常听到时间 360行 所以一些状态就会常常听到说 哦你对 你对吃很有触角哦 他说每天就在关心吃啊 那你啊 他的触角来自他每天在关心吃 他也没什么被爆啊 啊为什么都不好啊 啊因为你也 你没有在关心吃 你当然不会啊 是不是就这样而已 对不对 啊有的时候 哦你对那个空气污染 很特别那个哦 的议题特别 因为 我从小心肺功能不好啊 呼吸系统不好 我从小都在关心这个啊 所以你只要讲到 这世间的文观空气的 環保的这一类的 哦他都可以知道什么 知道什么 那触角 对不对 啊一有新的状态 他马上就可以去 好 那个灵敏度就可以去catch住 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来的 修行的 这个触角敏锐度也是这样啊 你有没有在不断往内 内在的工程一直在探索 你没有的话 你修行他们都很粗糙 都很粗糙的 都是在那幅面的道理上去做 对啊 然后你看 好像我刚刚讲的 修行领域又有人很很灵巧的 很灵巧是好听啊 很厉害 对不对 他在修行的 修行上非常粗糙 可是他在修行领域的怎么样跟人家周旋 对不对 怎么跟人家规避 责任回避啊 态度啊什么 他好成熟 因为他把用心用在那方面嘛 所以他那方面的什么敏锐度很高嘛 一到一个团体 我看到那个同餐这个表情 大概就是用来植物火罗伊的绅俩 他敏锐度很高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这种敏锐度就是 他如果在修行领域 他就冤枉啊 对不对 他葬送了他可以成就的机会 对啊 他成就了 他可以下三二道的机缘 他不断在成就啊 所以敏锐度就像这样 你看你放在哪里 你在哪里的宣言 嗯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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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